首先关于索引,大家应该前面也是有了解过一些 比如说我们.index就能返回当前就出的索引了,对不对? .index 那比如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三个人给注释掉 没有必要这么多,我们就拿个group1来看一下 group1,group2,group3是一样的结果 那么这个地方写一下 索引的方法和属性 那么首先呢,就group1.index,我们来print一下它 看一下这个index是什么样子的 来看一下,这么多东西在里面,对不对? 看一下这个地方,multi index,对不对? multi index就是复合所有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呢? 现在它里面不再是一个索引了,有两个索引,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里面呢,有个never never里面呢,有这些东西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never,对不对? never里面呢,也是never像never这种形式,对吧? 也是never像never这种形式 然后还有name,name我们刚刚也见过了,name是什么呀? 就是放在所有上面的那个country和steadpool位置 那两个字段,还有印象吗? 应该有印象,对吧? 来看一下 这就是所谓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所谓的建议文字 所以它两个类名 那么,这个地方的这样一个never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是从0到253,199,147 147,这些,搜一下 很多地方它没有哈 后面这个never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对应的值,全部在这里面,理解吗? 然后呢,前面这个never是对应的呢? 就是包含前面这一个country这个所谓的内容 也包含后面的这部分内容,steadpool位置内容 都是在里面的,能理解吗? 这两个内容都是在里面的哈 这是关于,所以这一块 它的简单一个属性叫index 除了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知道index可以做其他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强行的给一个内容呢 复制一个index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刚刚呢,我们df1,是这个样子的 df1.index,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df1.index,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可以其实给,想给df1呢 重新复一个所谓的话呢 我们直接给它index,等于一个东西就好了 比如说等于一个a,等于一个b 我们来看一下df1,现在就变了它所谓 这个方式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 对一个已有的这样一个frame 进行所谓的这种复制,复制所谓 那么现在df1的index呢,就变成了小a和小b了,对吧?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个叫做reindex这个方法 reindex这个方法呢,是稍微有些区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reindex是什么样子的 df1.df1这个样子 然后呢df1.reindex 我们也是一样的放个列表进去 里面呢,我放个a,放个f进去 大家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a这个地方,它永难有 所以呢,它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f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没有的 对不对?现在f确实这一行多了 但是对的值呢,居然没有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f呢,之前本来就是在这个df1里面 是不存在的,对不对? 所以对的位置全部是烂值 但其实可以发现所谓的reindex干什么呢? 其实相当于是在 对这个df1本身取了两行 里面是a这一行和f这一行 然后呢,把这个值呢,重新复制的给了df1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这一行它有,它却能取到 那么f这一行它没有,所以全部是烂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df1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本身没有变的 是不是?就相对是从df1里面 取了两行出来嘛 是不是取了两行啊?一行是叫a,一行叫f a这一行的有,它取到了 f这一行的没有,它取不到 能看出来吗? 所以这个方法呢 可能后续我们用途并不多 但是大家 不要把这个方法呢 很下面的一个我们学的方法给会消了 我们如果要是所以 我们就通过df1.index等于什么来设置 如果说我们想要把某一列作为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当前呢 这里我们有个a,对不对 它这个样子的 那么df1.setindex 这个方法呢 就是把当前的配套服务们的某一列作为所以 那比如说我们把a传进去 就是把a这一列作为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所以它一个名字叫a,对不对 这是100,这是1.0 它现在变成所以了 那么我再.index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所以就变了对不对 就是100和1了 发现什么 这是setindex的方法 是把当前的dataframe的某一列作为所以 这个方法呢 后续会认为非常非常多 然后呢 后面还有一个job job是干什么呢 job就是说 当前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df1里面 当我把a这一列作为所以之后 在这个df1的values里面 a是不是没了呀 当然可能很多时候呢 我们希望把a作为所以 但是我们仍然 希望a在原的dataframe里面是有的 那就是呢 我们可以把job呢 作为force 某种情况下 它是true的 true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把它作为所以之后呢 它就会把它 从dataframe里面把它删掉 你解吗 但是如果说 我们希望把a作为所以 但是仍然希望 a的结果呢 在这个dataframe里面是有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job 作为force就好了 能看出来吗 现在a是不是还有呀 和相比 a是不是不见了呀 所以这是setindex 但某种情况下 把这一列作为所以之后呢 所以把这一列删掉 如果说我们不希望它被删了 我们可以把job作为force就好了 那么这是关于刚刚所讲的这个index的效果 那么还是在unic这个方法对不对 unic这个方法我们前面学过 我们可以对某一列来取值 然后进行unic这种操作 那比如说呢 我们对df1取上d这一列 然后呢 u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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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操作只有一个结果 因为它两个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如果对a这个取值呢 那unic结果就是两个 因为它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对于锁影的话呢 我们锁影也是具有unic这个方法的 那大家可以发现这里锁影呢 和我们之前的锁影 至于空里面的锁影不太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锁影它是可以重复的 发现没 它居然有unic这个方法 那说明锁影是可以重复的 那明白吗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df1可以setindex 我们可以把b作为锁影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两个都是一点一样 这个地方能理解吗 我们把b作为锁影 两个都是一的这样的锁影都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说它是可以是 重复的对不对 对于这种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使用unic方法 unic to ue 看一下这个index里面 不重复的值有哪些 对吧 现在做一下 去层的操作 只有一个对不对 看见了吗 那么对于index的话呢 我们仍然还可以干什么呢 对它进行求长度也是可以的 index是能够求长度的 前面我们也讲过index还可以干什么呀 来编利它对不对 那还可以干什么呀 是用nice的对墙对形转化对吧 把它转化一个列表 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 其实index它是一个可理的对象对不对 那么之前我记得我们之前也用过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假设a是一个dataframe 那么当a的index我们把c和d 即两个所影 把这它两个自为a的所影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对吧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刚刚我们c的index就是放了一个b 对不对 indf1.c的index 然后呢我们把这样一个a和b都放进去 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发现呢 这地方呢 没有报错 喜欢的对不对 当我们是所影的时候 说要放两个星期的时候 还是打一个括号 打一个括号 等会忘了打括号 来看一下这里 它现在的相当于是干什么呢 是这两个所影 这个所影能看出来吧 它是位置是要比签证数据要低一些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们可以加index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multiindex 对不对 multiindex 对吧 能看出来吗 这个地方 multiindex 然后name分别是a跟b 那这个地方nabels 10 还有00 这个nabels这个属性呢 好像并不是cb的值对吧 这关于nabels是什么呢 我等一下下个字去查一下这个文档 看nabels是什么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大家应该能够发现 nabels是什么 对不对 100 就是a 对不对 还有1.0就是b 而且在这里呢它做了一下去虫 对不对 去虫之后的效果就是b 这个样子的 就是nabels 因为它们两个所影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发现 当我们给个dataframe 设置两个列 列做到一个所影的时候呢 得到结果就是复合所影 对不对 那么再尝试一下 我们设置三个是什么样子 我们把cd放进去 然后呢我们把job 改为force 就不删 让它里面还是之前四条数据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也是一个not index 对不对 那现在所影呢就变成三个了 对不对 这是刚刚它这个所影 里面有三个内容 对不对 这是这个地方呢 这个内容对不对 然后names分别是abd 这是abd 对不对 实际说什么呢 复合所影里面有三个 或者多个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只不过呢有三个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在会去操作的时候 也操作好久 那除了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来设置它的设置 或者说获取一个复合所影之外呢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方式呢 也是能够获取一个复合所影的 那么比如说刚刚呢 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在我们groupby之后 我们得到了按照多个结果 进行groupby 是不是也能得到复合所影啊 所以常见的我们会在这两个地方 得到复合所影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拿一个比较好的数据 来进行这个操作 来看一下这个复合所影呢 在后续呢我们都应该怎么去处理它 那这个事情呢 大家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 我们把a拿过来 然后呢 粘贴在这里 但能看出来这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它是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里面呢 行数是7行 它是7 对不对 它这个也是7 只不过呢顺序相反的 然后呢c是1-2 对不对 d呢是hgkl 对吧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a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那现在呢我们把这样一个c和d同时设计为a的所影 那我们让b等于a.setindex cd 那b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那下一课 下一课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学习 如果说一个series内心 它有复合所影 我们该如何进行操作 如果说一个dataframe 它有一个复合所影 我们如果通过它的所影来取到对应的值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其实给你想一下 我要通过这里的所以 来取到这个7 该怎么取啊 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下节课再来尝试 大家可以下课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看一下 休息十分钟